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在維多利亞市 頗有影響力的一個智慎分子的舞 這個就是Charles Delkey下葬的地方 這位人物其實為何我們特意來找他 或者為何要說他和香港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人其實他是沒有來過香港 但是他在1869年的時候 他出了一步影響英國政界 影響英國民間 甚至間接影響了香港整個盡情的一本著作 這本書我們就叫Greater Britain 直譯就是更大的英國 這本書他講的是什麼呢 顧名思義其實就是一個有一點擴張概念的一個講法 但是這本書不是去教英國人怎樣用軍力 怎樣用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土地 因為這些其實英國軍方都很熟悉他怎樣做 那作為知識分子他寫這本書的原因是什麼呢 在他寫的時代背景 其實在當時的大英帝國其實已經面對很多 他去做殖民遇到的困難遇到的問題 那當時出現了兩派 那一派人就認為我們去殖民那些所謂的有識人種 我們是不應該教他英國的概念是怎樣 英國的價值觀是怎樣 我們應該是好像傳統殖民主義概念一樣 我們去剝削他們 我們去抓取他們的利益 我們去利用他們這些人 但是也有另一派我們叫Liberal的知識分子 他們認為其實人人生而是平等 那所以在他們雖然仍然有這個帝國主義的框框 他認為是英國化等於現代化等於文明的一步 但是在這些Liberal的角度呢 他們suggest這個英國政府 或者suggest這個英國的民間去相信 英國作為一個宗主國 是不應該只是同化一些白人的殖民地呢 什麼叫白人的殖民地呢 例如澳洲 加拿大 紐西蘭這些地方 同時他們認為應該是去同化一些 他們口中有識人種的地方 包括加勒比海的亞馬加 甚至乎可能是在非洲 印度 這些這樣的地方 那為什麼說人家都關香港的事呢 那香港其實雖然我們是以 Kantonese這個種族為主的一個殖民地 但是對白人來說 我們都是歸納於一個有識人種的地區 那作為一個東亞人的殖民地 Charles 他說的話 其實也是正正認證香港在60年代尾 去到70年代頭發生的事 那在19世紀70年代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剛才說過Charles 他在1869年出了一本書 而那本書宣揚的概念就是 帶有一個同化主義的 或者我們叫做內地延長主義的一個概念 是希望將殖民地去英國化 去將殖民地的神問慢慢去了解 怎樣作為一個英國人而存在 對於香港來說 在他出了這本書的幾年之後 在1873年其實是有一件可以象徵著香港同化主義出現的一件事 那在1873年香港政府就決定去採用一些愛爾蘭的英文教科書 那為什麼特別提到愛爾蘭呢 愛爾蘭不是曾經都是英國的一部份 都是這個聯合王局的一部份來的嗎 那其實我們細心一點看愛爾蘭的歷史 愛爾蘭可以是一個沒有殖民地的名稱 但是實際上是一個殖民地的地方 對於愛爾蘭的整個教育體系來說 在英國在愛爾蘭做的教育體系或者做的教育政策 其實是很殖民主義 而且是很想用一個英格蘭的價值去同化愛爾蘭 而香港政府去採用這個愛爾蘭的英文教科書 以及去參考愛爾蘭的教育體系 其實也是間接證明了香港已經慢慢步入了英國化 或者來地延長主義的一個時期 那我們現在看到我手上這本書 是一本查爾斯研究查爾斯的著作 這本雖然是戰後出的書 但是整本書就集中去研究查爾斯他整世人 對於他的政治觀念 他的立場 以及他一路個人成長背景發生的事 而在裡面我們也看到當時查爾斯的一個樣子 這個就是當時我們可以說在維多利亞時期 其中一個影響力最大的知識分子 除了他是影響了民間之外 政界部分都是影響到他 香港的同化和一個間接去影響到香港的重複 而我們直接說回香港有什麼人去做到這個同化主義呢 我們都可以特別提到兩個人的 第一就是19世紀70年代開始就任香港總督的謙靈斯 他本人是一個愛爾蘭人 另外就是20世紀初就任香港總督的彌敦 彌敦是一個猶太洋真的是條人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